感谢一个朋友给我提供的素材 也没有视频也没有什么图像 只有这样一个公告 也是挺惊悚的 环球时报报道 小学校长强奸猥蜉22名学生已被执行死刑 近日一份抬头为该苏省平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布告 也发网络关注 布告显示平良市静宁县某小学原校长张隆基强奸当众猥蜉 多名学生 11月7日被执行死刑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11月11日当地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证实 此布告确悉平良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发 此月该院此前呈审理此案 据平良中院布告张隆基南汉竹 1979年2月24日生于该书省静宁县大学文化 2010年至2019年6月 他在静宁县某小学担任教导主任校长 兼教师期间通过体罚等手段对缺乏性防护防卫能力的小学生 形成精神挟持 利用讲解习题 学生交作业等机会 在宿舍内多次对5名10年8至12岁的幼女实施监人 在教室内当众或者在宿舍里多次对17名10年8至14岁的儿童实施猥亵 平良中院依法判决张隆基犯强奸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犯猥亵儿童罪 判处有期徒刑 10年宿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案件宣判后 张隆基曾提出上述被高枢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 维持死刑原判 并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今年11月7日 平良中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 将张隆基验名正身 押赴刑场注射执行死刑 记者了解到刑法第236条规定 奸人不满14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强奸妇女 奸人幼女多人的情境恶劣的在扩在公共场所当众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至死刑 今年5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联合发布了 关于办理强奸猥亵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 重申坚持言字当头 从言惩处的司法理论 对相关从事加重处罚条款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 确保刑则相适应 罚当其罪行足之罪 另一据红星新闻报道 11日 静宁县教育局回应记者称 案发后对被害学生帮扶与救助工作已经开展 为保护涉事学生隐私是不便透露细节 宁静县教育系统一名知情人告诉记者张农基 系在编的郑氏老师 其所在的小学已经在2019年测病 测病时学校内仅有6名学生 而他张农基任职时学校内最多有20名学生 据知情人透露 张农基被警方带走时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直到宗院布告发出后 大家才能了解案情 之前的领导都慌了 该处理的都处理了 另外为了保护相关学生隐私 我们也不知道哪些是受害者 评论 我觉得评论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一个为了保护学生的隐私 孩子的隐私 那这个案子 也就完了 比如说我们应该 看一看那里的父母 干什么去了 是不是留守儿童 是不是去打工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复还出来 甚至把他父母 从他父母上小学开始 一直到父母结婚 一直到他们遭受这些个问题 全部给复盘出来 我们大概就知道问题点在哪里了 这里面从严 什么从众 什么行足治罪 罚当其罪 行相适应 这些个事 可能大家就要理解 问题根源在哪里了 最后呢 又展开了什么救助 如何如何 这里又提出来 说这些个 原话 原文怎么说 对缺乏性防卫能力和意识 形成了精神上的这个胁迫 这还用说吗 这八岁的女孩 你让她具备这个防御能力 合适吗 是吧 她这个 这个东西不是 它是个社会的问题 说我们这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大魔鬼 大恶魔 是这个族 是我们这个族 我们这个基因里的问题 是我们人种出了问题了 还是我们其他的那些个东西出了问题了 当然 这些个 下面立即有一个热帖跟在后面了 就我没办法读出来 哎呀 这个 是更残忍的 发生在墨西哥的 意思大概就是说 呃 这里也有 那里也有吧 可能他想说这个意思吧 嗯 还有一个词条呢 说什么 什么气得要死 然后看到这个下一个呢 又是大快人心啊 如何如何吧 啊 那意思呢 就是看到这个案件 他气得要死 看他注射死刑了 要所谓的大快人心 嗯 我只能评论负钱两个字吧 别人也就没法说了 我太太都已经着急了 她知道我要说啥 都已经很熟悉了 谢谢大家啊 不要笑啊 好 刚才呢 我呃 静宁县这个小学啊 所谓张龙基这个猥亵强奸 22名学生 8岁到14岁 而且还有当众的问题 就是当着众人的面 你就是都是当着寒众的面了 没有找到这个学校 人啊 但是找到了一个 所谓的这个词条 一个 静宁县 最好的小学 啊 是这样 附在这个里面吧 啊 静宁县最好的小学 智平镇 刘河小学 当然这个小学跟那个 呃 可能没有关系啊 嗯 也不知道谁写了这么个帖子 放到这里来了 啊 我想说的意思就是 这个最好的小学 看起来也 有点 不是很好的样子 就说了 就说了